像这种草莓啊,口感好,甜度高,像这种啊,挂个儿大 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生长调节剂,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,简易无土代配基地,我是柴哥 那个草莓啊,它在整个的生长过程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使用的一种调节剂,大家可能是在农兹店会看到过啊 叫枪膝腺飘零啊,这样的一个激素 它呢,它是属于细胞分裂素的一种,属于比较早期发现的一种 能促进果实的膨大 更关键的一点呢,就是经常使用以后,它对糖度的提升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实际上大家不用担心啊,枪膝腺飘零,它是一种生物发酵提出人得的 所以它也不是一种化学的一种药品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,完全没有问题啊 你包括你就说,好比说促进根系的这个分生 包括花芽的分化,叶芽的生长,使用这种细胞分裂素 效果都是比较明显的,尤其在种植植植菜的时候 下部老叶容易发黄 这时候你经常使用这个枪膝腺飘零以后 会移植植绿素的分解 然后呢,老叶就不容易变黄了 然后并且容易变厚,变绿,这样的一个特点 好,好的 感谢观看